注意看,這隻狗狗剛從收容所逃離了暗樂的命運 牠的臉上寫著滿滿的喜悅的表情 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呢? 大家好,我是狗哥,歡迎回到狗狗頻道 狗狗們是一種非常聰明的動物,牠們有很多的時候 甚至都可以分辨出人類的情緒以及周遭環境的真實情況 日前有一隻原本已經快要被暗樂的狗狗 牠在期限之際,順利的被好心人所領養 在開心之餘,牠甚至還懂得用肢體的語言來表達感謝 狗狗名叫喬治 志工說,當初牠從街上被帶到動物收容所時 牠的狀況其實被許多志工認為不太樂觀 牠有著非常嚴重的心思蟲病 由於無法負擔高昂的治療費用 聘護所下了一個決定,那就是如果在期間之內牠沒有被領養的話 最終牠將會面臨被安樂的命運 真的就等到了準備執行安樂的前一晚上 命運之神似乎沒有放棄這隻狗狗 另外一間狗狗中途之家的創辦人喬 牠在網路上看到了狗狗的遭遇之後 就決定要把牠帶回家親自照顧 於是就有了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一幕了 在回家的路上,喬孩與狗狗來來幾張自拍照 牠甚至拍到了狗狗試圖表達細意的珍貴一幕 這幾張照片在網路上瞬間引起了許多網友的瘋傳和討論 網友們甚至為狗狗募集了一筆治療費用 如今狗狗已經完全康復了 並且與新的主人展開了全新的生活 只能說看到人類與狗能夠有如此暖心的經歷 真的是相當感動的 那麼我是狗哥,我們下回見囉